新年快樂 在這邊祝賀所有訂閱跟支持越南阿王的朋友 新春愉快 虎年行大運,虎虎生風 再說起過年,越南也過農曆新年 新年,你只會說祝文南無的嗎?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些你可以換一句話 來跟你的越南朋友道個好 不過首先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越南人就是被法國殖民過嘛 那所以說,陽曆的新年對他們來講比較像是過年 所以在那個時候講祝文南無是比較合適的 農曆新年對越南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但它在定義上其實比較不像是新年 我們會說是元旦,也就是德文南 沒錯,越南的元旦是放在農曆初一 而不像是台灣,是放在陽曆的1月1號 也因為這樣子,所以越南人在過農曆新年 也就是春節的時候,比較少,不是完全沒有 就比較少會用祝文南無就是新年快樂這個祝賀詞 相對的,我們會比較常說 登春日月,也就是新春愉快,這樣子會比較應景 越南的12生肖呢,是使用地支來稱呼的 所以,而越南的年份呢,也會使用天干地支來搭配稱呼 今年是仁吟年,仁吟的越南語叫做鴨鴨 越南人會比台灣人更頻繁地使用鴨鴨這個詞 所以你在祝賀詞裡面,你也可以把仁吟放到裡頭去 你可以說登春鴨鴨,你也可以說叮鴨鴨鴨 後面加上VV,然後再加上你所惠的一些祝賀的吉祥話,這樣子 除了用現代越南文去跟朋友道後之外 你也可以玩一點新的創意,就是用南字 當然他們可能會看不懂,但是就是一種樂趣嘛,對吧 相關的文字呢,我會放在這個說明區 或者是在臉書的文章裡頭,各位可以複製去使用 那完整的祝賀應該要怎麼樣呢? 還是要回歸到之前我跟各位分享的那一種概念 首先呢,你祝賀的對象是誰,你必須要清楚 你祝賀的是安,還是吉,還是M,還是九,八,五,又很清楚 搞清楚關係之後,你可以說登春V,然後加上對方的稱呼 結尾呢,你可以加上一句 例如說你要祝賀一位姊姊,新春愉快 你可以跟她說登春V,你也可以說 孫這個字也可以改成 就是節日的節,新年的意思,或者是新春的意思 所以剛剛那幾句你也可以說 那春假,我們會說你累得,你意思休息 累得,就是春節,累是禮節 那很久以前我有分享過聖誕節 通常是有一定的一個儀式或活動的一個節日 我們就會用累這個詞 那 dead呢,正常來講是指春節 但是它也可以指別的節日 例如聖誕節, dead no end 其他呢,還有萬年的吉祥用詞 這邊大部分呢,越來越習慣用漢詞下來祝賀 例如說,我會整理在螢幕上面 這一類的我會整理在螢幕上面 然後我也會把它放在說明區裡面 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話,歡迎就是取用 我平常是沒有提供無償的翻譯服務 但是今年,新年特例 不管你是在YouTube或是Facebook上面看到這部影片 你想要講稍微長一點點的一句吉祥話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麼翻 或者是你希望我幫你校正的 你可以給我留言 那我會盡可能的去幫你檢視 然後在你的下方回覆 但如果太長的,我可能就不理你了 基本上就是祝賀詞 那我會幫你,例如說 你要跟很多人發 那我就是幫你挖控可以改的地方啦 或者是說,你憑自己的能力去寫出來 讓你不確定它到底對或不對 我可以幫你修正 我可以幫你改到比較理想的用法 也歡迎大家給我留言 那因為時間關係 這部影片我拍得非常的衝突 所以有很多的東西 可能我在影片裡面沒有辦法一次講完 那我會在文章裡面去補中它 那在這邊也是再一次的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 新年賺大錢發大財 嗯 這可能是我個人的願望吧 哈哈 好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